回到King Sir接觸的時間 這個萬聖節系列 我們今次繼續接一個比較簡單一些 魔鬼的手 魔鬼的手 五隻手指的手 其實這種情況 在以前 即是舊時代一些情況 是難以想像的 即是一張紙四個角落頭 可以接到五隻手指 但這裡還有一個角 這裡伸出來的位置還有一個角 即是可以接到六個角 這個我們用一個簡單的方式來講解一下 怎樣可以伸多幾個點出來 即是那個項目 怎樣可以伸多幾支東西出來 這個手就是其中一個示範的例子 去到萬聖節 附近可能我會接一個比較複雜一些的 傳說中一個著名的摺子 一個惡魔 每一邊手臂都有五隻手指 其實摺子就是類似這樣 當你有一個摺法之後 你嘗試將它慢慢合併在一起 就變成一個很複雜的摺子 我們今天就接這個鬼手 好了 開始了 首先一張紙 我們正方形的紙就對接它 對接它 一個三角形 接下來我們打開它 然後反轉它 然後我們就把旁邊那條線對到中間那條線 又是一個紙繞的形狀 這一邊也一樣 接好一個紙繞的形狀 然後這三角形就接上去 接到哪裏呢 接到盡 兩邊斜線的盡頭 好了 一個等腰三角形 好了 我們打開它 其實就要做同樣的事 就把這三角形接上來 然後這兩邊就接上來 接過去 OK 好 好簡單 然後我們就兩邊角落頭接到中間 大家留意這個形狀 大家留意這個形狀 其實手的前端就類似這樣 意味著任何時候你接紙的作品 可以伸出一個這樣的部分來講 就可以接到五隻手指 所以之後 有這個方法之後 很多要接紙加 就突破了這個點 很多作品都有手指腳指 好了 接下來我們就做一件事 就是把這裏 直線這裏 這個位置有個點 接著去到這個中間點 我們就接一條斜線 大家說到這個點對點的時候 大家對準一點的位置 對準一點的位置 大家明白了沒有 這個中間這個點 就去到這個直線最盡的這個點 這邊都一樣這樣做 兩邊的接線都接好了 我們把這個指力打橫接了它 反轉它 我們用這條直線 接過來 然後我們就有斜線 其中一頁 拿去其中一頁 我們有斜線 將它反轉流接下去 即是用了那條斜線 來接到中間 就有這樣的形狀 白色這一個位露了出來 這邊都是後面那頁 後面那頁 或者反轉來說 這一頁都一樣 我做多一次 用剛才我們接的那條斜線 揭開來接到中間 這樣就會凸了一個白色的部分出來 在另一邊 就是類似這樣 凸了這個白色的部分上來 然後我們留意 這個位置是有一條線 有一條中間線 有一條中間線 我們就要把這個位置 又是把手指揭去中間 就拿了那條中間線 大家留意到 我們對準一點的位置 這個位置就對 這個位置就對了 這個位置就對了 就會對齊了 就會變成一個這樣的形狀 對 對 反轉後面我們做了一次 這裏是有一條中間線的 我們又是攝去中間 大家留意到 我們有一疊子在這個位置 其實大家不陌生 以前做貝殼時有很多角 又或者劍龍的尾巴有很多角 四角其實是類似這樣的東西 這就簡單做出怎樣做這個位置 怎樣設計這個位置 這個手指其實五隻已經成形了 問題就差了我們怎樣接尖 首先這個三角形這個位置 我們整塊跟著那個線 用Reverseal接進去 如果你不習慣這樣做 你可以一樣做個接狠先 然後再接都可以 否則就這樣拿起來跟著那個接位 你的技術好的話就OK 如果做接狠的話 這樣接過來之後再這樣接 總之就是接尖它 這樣接回來 都是你拿個接狠接實一點它 然後我們就打開 放在中間位置 用Reverseal 兩次Reverseal 最後就接尖了它 其他部位你喜歡接 這個接狠試接都OK 那我就不跟接狠了 我就跟回那個形狀 就白手去接了 其實沒甚麼所謂的 兩種方法都OK 不過有時候你去到接劍龍或魔鬼 這些本身已經超複雜 到那個時候你不會連手指或尾那幾隻角 你都預留接狠才去接 因為這些細的部份比較容易處理 很快你應該接四次而已 這樣就會有五隻手指 在這裡 其實已經接完了,接下來是造型的問題 首先我們將其中一隻手指完全接下來 這個是母子,我們將它接上來做這個位置 這四隻手指我們都隨著造型接下來 我們就做一個手的形狀,當然做得好的話 造型都很像,雖然它可以說是抽象一些 即是有一個形態 這個手類似是這樣,最後我們將手向後咬一咬,好像遞起手腕 這個位置去到手指盡頭這個位置,這個位置有個盡頭 有個點,我們將它這樣咬一咬,類似向上索取一些東西 如果你說它是一個比較抽象的接字 有些藝術成份,最後這個手腕這個位置我們摺掘它 摺掘它,任何人一看都知道這個是一隻手 類似是這樣的,今天這個摺紙摺一隻手出來 去到這裏我們就摺完,我想這個是近期比較簡單 比較快做完的一個摺紙,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我們下次看看是否摺一些簡單的東西 還是摺紙複雜的東西,總之繼續看這個King Sir接觸 學多些摺紙的東西,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拜拜